各位,大家好 今天來介紹FreeCAD 使用 POD 跟POD Design 就是零件跟零件設計 產生不同的物件 如何讓它回歸到所謂的 BODY裡面 那我們首先一樣,開新檔 抄件抄圖 GADING SY平面 OK OK 會自居額線 然後右鍵 右鍵 GADING 高橋 OK G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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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TR ですね G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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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線支出,電線上面的點 Ctrl、Shift、O 然後線到原點 Shift、V、12 電線這個點一樣 Ctrl、Shift、O 電線到原點 Shift、H 7除以2 3.5 電線這邊 Ctrl、Shift、O Ctrl、Shoot、H 109除以2 4.5 電線這條線 Shoot、V、0.5 Crocious Crocious 然後到Pot 這邊有切換過來了 所以我們直接點選超圖 然後旋轉 旋轉抽選的造型 歪走 OK 那你有沒有看到說它是在8D之外 先不管我們還要再做下一個 那我們要做Obset 它是3D Obset 那現在是正的是向外 我要向內 所以說是要負的 負0.5 然後填充編輯 填充編輯亮 那你就把它填充起來 OK 那我們現在再來 我們現在就是要 把Obset這個移到8D下面 那直接拖拉是沒辦法拖拉過去的 那我的方式就是 創建一個克隆 把原始的Obset 關掉 然後把克隆這個把它移到8D 它就移得過去了 那我們在這邊 一樣是創建一個 因為在8D它就是一個屍體物件的部分 創建一個 提子裡面 SY OK OK SY OK OK 藍電線這個 裡面 然後電線炒圖 那我現在在 墨鏡這邊 我可以把這個 先把它切換掉 然後 畫個 這邊有這個的話 是剛才那一個旋轉的部分 Obset 下面就是旋轉 把它關掉 那我現在畫個 跑道圖形 我那給 定兩個 Shift R 有鍵 給定位置 Ctrl Shoot O Shift V 3 Ctrl Shoot O Shift V 給定位置 OK 任務 Close 那這個平面可以先把它切 可見性先切掉 好 那 快捷鍵 0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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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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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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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創建平面 電線超圖 固執一個圓 Close 直接Bot 通過全部 OK 可見性把它切掉 這樣就好了 這邊有個工具 可宣傳試圖 播放它是一塊旋轉 這不是動畫 本來就是場景的專台 今天主要就是介紹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在Pot下面 產生的物件 它會跟Body 是不同階層 那我如何把產生的物件 弄到 就是讓它在所謂的Body的下面 那 這次的方式是用 所謂的克隆的方式 把物件 克隆以後 把克隆的物件 搬到Body下面 那這樣就可以去做 後續的編輯在同一個Body下面 以上 謝謝各位